都说吸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,但你真的了解它背后的可怕程度吗? 很多人对于癌症都是谈癌色变,但是却对可以增加癌症风险的吸烟,就没有怕的感觉,反而会爱上它。 即使是这样,大家也不能忽略吸烟的重要性。 据相关的统计发现,烟草当中有78种已经有明确致癌成分的物质,不仅仅会导致肺癌的发生,还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发生几率。 如果是为成年人吸烟的话,还可能又发心血管疾病的猝死。 如果想遏制这种危险因素的,最好的办法就是戒烟,可是有的人却说一戒烟就容易发胖,我还是不戒烟好了,事实真的这样吗? 根据相关的调查显示,在刚刚开始戒烟的时候,短时间内确实是会增加一定的体重,但一般的范围是在4斤到10斤。 这主要跟烟草中的有害物质有关,就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尼古丁成分,它能够让吸烟的人兴奋起来,同时还能够提高机体的代谢率,促进体内的热量消耗。 这样下来对于长期吸烟的人群,在大多数的情况下,体重是不会越来越重的,反而会因为长时间的吸烟。 也就是大家看到吸烟到老,就变成特别瘦的那种人了。 因此,在你刚开始戒烟之后,体重确实会有一定的上升幅度。 另一方面,有的戒烟人群为了缓解想吸烟的欲望,就用即时食物来代替抽烟。 这样也会让你的体重在短时间之内就上升上去。 那戒烟应该怎么做,才不会变胖呢? 你需要注意以下这几个方面。 戒烟之后注意饮食摄入。 在戒烟的过程中,相信有不少的人烟饮上来了,都去嚼嚼口香糖。 虽然这是一种制止的做法,但是别忘了口香糖里面会含有不少的糖分,无疑就增加了热量的摄入。 对于这种情况,建议大家不妨把嚼口香糖的行为换成喝水,或者是无糖的食物且热量低的食物。 体重也就不会轻易上去了。 戒烟之后注意多清洁口腔卫生。 长期吸烟的人,口腔中都会有一种异味。 为了抑制大家想念吸烟的味道,就可以采用多清洁口腔卫生的做法。 在一定程度还能缓解烟引发作。 戒烟之后注意适量运动。 运动是抑制肠肉的有效方式之一。 对于戒烟时期也不例外,还能够加快我们肺部健康的恢复,以及良好的控制体重的作用。